大家好 今天被郑爽代孕弃养的消息震惊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郑爽和前男友张恒在国外通过代孕的方式 有了两个孩子 但是因为和张恒的关系破裂要弃养两个孩子 两人撕破脸之后 张恒还公布了郑爽和他的家人 要弃养两个孩子的电话录音 就是跟于爱说一下 就弃养了 不行的你想的简单啊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可以 就弃养了 信息量太大了 我这一下子都还没缓过来 代孕不是犯法了吗 但看到郑爽的官方回应 算是明白了 郑爽回应称 在中国国土之上 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 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规则 意思就是说国内代孕是违法的 但是国外不违法 所以我去国外干了 那我们看看官方的回应是怎样的 中央政法委长安建的官方自媒体账号 发表了对郑爽的批评 说郑爽这是装法律控制 绝不是无辜 装法律控制 跑去美国代孕 这绝不是遵纪守法 避重就轻 改变不了事实真相 关系破裂 就选择 丢弃孩子 这绝不是个性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节 也是在这里 大多数刺刮群众 觉得最扎心的是 郑爽先代孕 再丢弃孩子的问题 或许装法律控制 把代孕行为 放到国外 能避开国内的法律问题 但避开法律问题的同时 曝光的是 自己严重的道德问题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官方都站出来 谴责郑爽的行为了 这个事件当中最无辜的是两个孩子 以后这两个孩子长大了 如果他们听到了录音 看到了郑爽的声明 他们会怎么想 第一 郑爽回应中说 张恒利用这个隐私来勒索他 有网友脑补 可能是张恒利用两个孩子 向郑爽要抚养费 郑爽不给 对方就威胁要曝光这件事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不是网友猜测的 或是郑爽声明中说的那样 站在孩子的角度 等他们长大了 再回头看这个闹剧 他们会看到自己小时候 被父母当做的工具人 有了他们爸爸就可以向妈妈要抚养费了 然后妈妈不给 说已经和爸爸分开了 负担不起 可是我刚看到了郑爽赛出自己的大别墅豪宅啊 这么大的房子 装两个孩子都装不下吗 太扎心了 第二 录音中郑爽说到一句 七个月了 打都打不掉 孩子长大后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想 还好那时我们七个月了 不然妈妈就要把我们杀死了 我们做出了什么 你和爸爸吵架 结果要杀我们 太扎心了 网络是有记忆的 数年之后 孩子长大上小学了 能读懂文字 看懂视频的时候 万一他们在看到这些旧资料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想 这心里得有多大的阴影 作为母亲 竟能这么狠心 这么漠视生命 也难怪被官方点名批评 在道德上 郑爽已经遭到了大众的谴责 官方的批评 那么 他会改变吗 孩子还要继续弃养吗 我们只能说 拭目以待吧 最后总结一句 孩子是最无辜的 不论是母亲还是父亲 基本的责任感还是要有的 孩子不是利益工具 更不是货品 你想要就花钱弄来 不想要了就可以随手退货 请尊重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